第三时刻 竞争让市场更高效 课文 西班牙人特别喜欢吃沙丁鱼 但沙丁鱼对离开大海后的环境极不适应 运输就成了问题 鱼上岸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 而死掉的沙丁鱼口感很差 作为商品销售 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如果上岸时沙丁鱼还活着 鱼的卖价可以涨很多倍 为了延长沙丁鱼的存活期 减少经济损失 渔民们想了很多办法 但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后来 一位渔民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巧妙而实用的方法 把几条沙丁鱼的天敌 粘鱼放进庄鱼的设备中 因为粘鱼是食肉鱼 无法和沙丁鱼和平共处 它会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吃 对沙丁鱼构成威胁 为了逃避天敌 沙丁鱼自然会不断地加速游动 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存活的比例大大提高 看到这里 你有什么感想和体会呢? 其实 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粘鱼效应 粘鱼效应 对于市场经济 以及现代企业管理 都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这个概念的核心是 一个市场 如果能采取一种措施 刺激企业活跃起来 就能使企业获得足够的活力 在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 而不至于落后 同时这样反过来 又能促使市场更为高效 从本质上说 粘鱼效应 使得企业和员工 产生一种危机感 其实就是一种压力效应 很多研究发现 适度的压力 有利于我们保持良好的状态 更加有助于挖掘我们的潜力 从而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 比如运动员每到参加比赛 尤其是决赛时 一定要将自己调整到 接近最佳状态 让自己感到适度的压力 如果他不紧张 没压力感 则不利于出成绩 因此 粘鱼效应 的确对挖掘员工潜力 提高企业活力 具有积极的意义 感谢您的观看